大狗哥哥 你最近在幹嘛 我找你你都不理我 哼 我好想你 我好想我啊 我最近有一點事情啊 你好忙 我最近在陪別的妹妹 我在陪夏天 沒在陪你啊 肯定忙啊 我最近在陪夏天啊 想你啦 呸 渣男 我很想你 我天天都找你 你也不理我 那個微信沒有看到啊 有阿拉斯加這麼可愛的妹妹 你們幾點上線 昨天喜提冠軍的大狗 也是順利拿到了夏天的照片 今天他就又來接阿拉斯加的單了 而阿拉斯加也是一點都不吝嗇 自己對大狗的思念之情 可惜大狗每天接觸的妹妹有點多 手機裡的照片 他就連他自己都分不清誰是誰吧 而這樣的渣男 自會有人來提天行道 我跟你說 我是高手樓上的 你需要注意點 小心我等我整身你知道沒有 哎呦好煩啊他 當大狗碰到一個 比較會玩的路人小高手 他們連續在樓裡和樓頂之間 拉扯了幾分鐘都沒有結果 而率先比對面舔狗賠完少一條命的大狗 還是有點著急的 於是他便試圖和樓頂的敵人談談 而沒想到樓頂的敵人非但不放過他 反而還罵了他 憤怒的大狗也不得不繼續使用投掷物 逼迫他下來和自己進行正面較量 來呀給我裝啊 裝你老豆我裝 來 我看你怎麼活啊 你後面還來人呢 來 來 來面對我 我靠了弄不死你真的 整不死你不能用滑板 你旁邊有人兄弟們 由於他們的附近還有其他的敵人 為了文波起見 大狗不敢輕易用滑板 飛到樓頂和他進行逆利益對決 而有了四面八方敵人的幫忙 樓頂的路人小高手也只能暫時性的選擇撤退 而大狗沒以為沒有了樓頂敵人的牽制 他可以開滑板繼續找人殺了 於是他首先選擇的自然是主樓 而剛剛的路人小高手也剛好在主樓的頂上 我被原點那個打倒了 我操啊 貼臉被打倒 為了男人所謂的尊嚴 大狗只能說被原點的敵人打倒了 這樣也不會顯得自己狠猜 一傷好強的男人啊 你們預測一下今晚到底是手感不太好的大狗會贏呢 還是曾經喜歡月姐 但如今卻帶了女朋友來的對手贏呢 好可怕